什么是美国梦 自由、平等、富有、强悍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 对美国老百姓而言 最世俗直观的公认标志 就是你在喜欢的地段 拥有一处梦想的好房 那不妨就让我们从这个通俗的定义 来聊聊美国梦 从房子说起 看粉色的梦 我是人环 研究房子既是我的爱好 也是我的工作 我身边这位土生土长的纽约客 是我的搭档 我是Scott Kochman 我们在纽约中的第一站 今天第一站 就带大家去看看传说中的 长岛梦幻豪展 长岛 内于曼哈顿东部的老牌美国富豪区 它的北部是美国淘金时代崛起的 整整黄金铸造的海岸 第二次工业革命 带来美国经济的突飞猛进 制造业 金融业 矿产业 与铁路的巨大繁荣 让路越扑越远 楼房越盖越高 老牌家族产业成为美国的象征 局长金融业的J.P. Morgan家族 铁路大王Vanderbilt家族 拥有大量钻石金矿的Groganham家族 等等等等 建于1906年的Old Vesperate庄园 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经典代表 记载着老一代家族繁华的查理二世风格建筑 拥有23个房间 庄园占地160英亩 如今已经向公众开放 成为长岛最受欢迎的婚纱摄影拍照 正所谓时事造英雄 淘金时代除了奠定了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 更让很多中下阶层的人士 打破了坚固的阶级壁垒 上升成为新富阶级 二十世纪有一部伟大的小说 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叫做了不起的盖茨比 盖茨比这个出生在美国中部的贫苦孩子 为改变命运不断冒险 终于在淘金时代积聚了大量财富 追随着心中美国梦的绿色灯光 大批盖茨比们从纽约的布鲁克林 和布朗市迁居长岛 仿佛一夜之间 成百座豪宅就建造起来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小说里 东旦和西旦分别代表着老钱和新钱 在现实中 东旦就是老牌富豪云集的绅士殿 而西旦盖茨比住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大静镇的国王点 这里真的有一处特别有盖茨比风格的住宅 尽管外观很低调 每个走进法式大客厅的人都会眼前一亮 主客厅熟重体现凡尔赛风格 从桃花新木与核桃木的复杂偏箱地板 到隐藏式碧桂穷顶 再到细心雕筑 纯金破打造的花冠装饰 全部由纯熟工匠手工细作 耗时欲久 这是和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 同款的吧台 大理石乡金古董地理 每件家具 包括特号的988椅 全部按照设计师的要求 有特别选购 自动升降的法国古董水晶吊灯 给主客厅增加了歌剧院一样的戏剧性 欢迎来到实际宅宅宅宅 您可以看到 从这间的细节和风格的风格 这间房间非常合适 和其他房间的装饰 这间房间的装饰和颜色颜色 这间房间的装饰和红色颜色 给主客厅感觉和平安 连接主客厅的阳光房 名副其实阳光灿烂 这是享受下午茶闲聊的地方 设计上与风格明快的厨房 一气呵成 厨房号称美国家庭的心脏 这是个采用顶级装配的 美食家梦想厨房 八炉头专业厨师灶台 足够宴请招待大量冰棚 与活动娱乐区完全分开的 是二层的主人居住空间 自幼热爱欧洲文化的主人 尤其对18世纪中叶的法国 十分清新 他在25年前 从一位知名新闻主播手里 买下这栋房子后 就一直在按照自己的喜好 做着各种改观 期间 他从法国聘请了 包括国际知名室内设计师 和顶级工匠在内的装修团队 团队在这里居住工作了三年时间 确保每个房间都达到 艺术品的精致程度 这个设计独具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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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主人也是一位真正读书的人 他的大批藏书里 有不少是从家族继承下来的孤本善本 可以讲这才是整个书房 包括整栋大宅的灵魂所在 现在这座法式风格大宅的 精致与独到品味已经名声在外 得到了很多建筑杂志与艺术家们的关注 长岛还有一个别号叫做世界建筑博物馆 说的是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各个国家各种民居建筑风格 美国本来就是移民的国家 长岛这些实现了美国梦的人们 用房子纪念自己的祖先与传统 更重要的是通过房子 表达自己的爱好与个性 展现自己的见识和品味 美国的淘金时代已经远远的过去了 当年被称作新贤的盖茨比们 其实可以算作今天我们看的 这座豪宅主人的祖辈 可是今天连这个主人都已经被化作老前阶层了 追逐着心里那一点绿光 来到长岛国王点的盖茨比 当年的梦想是跟上层社会联姻 今天华人的理想更为远大 他们看中的是长岛全美一流的教学水平 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未来这里真正的主人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岛是很多梦想已经实现了的地方 也是很多美国梦刚刚开始的地方 多元 自由 平等 拼搏 下一站我们带您去看看曼哈顿 小组品里面是建议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